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開心見成 你有你講 歡迎大家收看蓮花衛視現場直播活動節目 我是今天的嘉賓主持 林若鳳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就是重山東望陽邪行 有一個超高的爛尾樓 爛了很多年 地盤已經有5年時間 都沒有人去處理 引起了很多問題 包括有環境衛生 安全等等的問題 我們今天請了幾位朋友 上來很有代表性 首先是我身邊的 應該算是虎主 很虎 他在望邪行附近的 美里閣業主會的代表 就是張志邦先生 等下都會講 我們聽這幾年 你們究竟面對著 什麼環境的狀況 亦有講到重山 所以我們請了 澳門密密大使協會的 政研總監陳鵬之上來 鵬之你好 今天我們會請了 公共行政學會會長陳卓華 陳卓華等下跟我們講講 公共政策有什麼 可以解救這個問題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重點新聞 國際評級公司惠如公佈 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長期 本來幣發行人信貸評級為AA減 展望為穩定 惠如說 澳門的信貸評級主要基於 本身穩健的財政和對外收支狀況 及以旅遊業為主導的經濟 帶來龐大收益和財政盈餘 但惠如同時指出 嚴重依賴博彩相關行業 是澳門評級面臨的風險 廉政公署的反賄選二線開通到現在 共收到二十幾個查詢及舉報 現在至少有五宗立案調查個案 廉政專員馮文莊說 收到的查詢中 三分之二以上是有關選管會的權限 助選及拉票限制 也有訴中涉及賄選舉報 交通事務局局長汪雲說 當局考慮以法案形式修訂的士客運規章 在確定立法政策取向前 如果有需要 會先行將部分具緊迫性的新規則 以行政法規草案制定 文化局說 將會在幾個月內公布澳門廟宇消防安全指引 給各間廟宇遵守 指引包括一般性遵守規範和特別性規範 文化局已向41間廟宇發出指引疑本 已收到十幾個回覆 當局希望在文違法未出台前 推出指引作為暫定管理廟宇的方法 今集節目時間 大家收睇近期澳門開港 我們的電話是278-9192 278-9192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 重山東望陽邪行的南美樓問題 大家也可以登入我們的網站 或者在Facebook找我們的專頁 都可以和我們一起互同討論 今天要討論南美樓問題 一定要請張先生來討論 包括美麗國或者附近還有其他大廈的業主 這幾年過了甚麼生活 我想公眾很記得 當年你們有效制止了超高樓的興建 起到那麼高的時候 你們一去信聯合國 最後有聯合國那邊給了一封信 政府介入做了限高的指引 超高樓不能繼續建 但後來其實很多人都有關心 即是他不能繼續建 應該怎樣去解決 大家就會以為政府 就應該和他在討論一個賠償方案的問題 其實政府也有回應 我等一下再說 但想知道事情停了之後 究竟對你們來說是怎樣 聽起來應該不是好事 絕對不是好事 停了之後 第一不要看 即是很直接 不要看 有外景觀 第二 衛生環境就很差 有多差 因為他裏面有水 即是下雨 積水 會有蚊子 我們經常說登革熱 白雲衣蚊子 我想甚麼都有 不知道 多得很重要 你可以隨時看到一隻窗 三四五十隻 在一隻窗裡 是三四五十隻 不是三四五隻 是三四五隻 三四五十隻 可能三四五十加起來也不奇怪 你看兩三個窗 有很多蚊子 尤其是現在夏天 春天的時候 更誇張 那你已經變成不敢開窗 不開窗 我自己就不開了 我加上沙窗 我也不開窗 我自己就 我家裏 我用空氣 我家裏 我開兩個空氣 我家裏 不開窗 還要開蚊燈 都要開蚊燈 都要去蚊燈 蚊燈 蚊燈非常嚴重 蚊燈這麼嚴重 你們有沒有跟衛生局那邊 有的 我記得我在大概三年前 我打過電話去衛生局 已經三年前 三年前我打過電話去衛生局 她的答覆是很有趣的 她說 我們滅蚊就是滅坑渠的 滅外面的 那裡邊 我們與我們無關 他們是私人地方 我們進不了去滅蚊燈 就是這樣回答的 衛生局當時就 但是 是否真的可以進去 我也不知道 進不進去 也不知道 她的答覆就是這樣回答 另外 其他不要只說蚊 老鼠 那些其實就什麼都有 因為一旦衛生出問題 就應該還有其他 還有還有一件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 她那裡有一塊很大的鋼板 她的大廈夾著美利閣旁邊 有一塊很大的鋼板 因為是大鐵板 由她的地上 上到她的頂 很大的 即是幾十層高 她那塊鐵板是長瘦的 那些瘦是不斷吹出來的 下雨有瘦水 下雨有瘦水 好天就吹那些瘦出來 是的 那些瘦是黃色的 那些塵 我們看到是黃黃的 橙橙色的 是否影響空氣質素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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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被她搞壞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 是很危險的 那些鋼板是可能隨時跌下來的 因為它是沒有螺絲上去的 我們找工程師看過 我們去年找過香港理工大學 專業工程師過來看過 它那個鋼板其實不應該 是臨時會用鋼板 是應該是臨時建屋的時候 用建屋後就會拆回來的 那些鋼板 因為當時渴停了它 它就沒有拆不到 它沒有拆到 那些鋼板就不斷在 而且它是沒有上螺絲的 只是燒刊 用漢口點著鋼板 你想想一下 五年了 日曬雨淋 風吹日曬 但是分分鐘跌下來 就不知道誰走過 是不幸運的 會的 絕對會的 還有衛生 這些建築用料的安全的人 還有 治安 治安的空置鐵盆 會不會有 會的 我們去年 我們試過 在地上 應該我們猜 我們11樓那邊 應該是有人入屋爆格 可能是從那裡爬過來的 是的 都不是第一次 其實你們面對種種 很大量的問題 是 還有四周圍環境 你想想 那裡有學校 有幾間學校 有兩、三間學校 有醫院 其實同樣 還有早上 很多老人家去行神文 早上四、五、六點的時候 最多會拔飛出來 一下咬到老人家怎麼辦 還有 我上個星期 我自己的兒子 咬到一顆蚊 咬不知在哪裡咬 我不敢說 那裡還是那裡是街 咬到一顆 腳很厲害 腫得冰燈波那麼大 是啊 馬上去山頂看 馬上去山頂看醫生 所以 不知在哪裡咬 你說我是否賴他 我不敢說 但是 真的咬那顆這樣的蚊 上個星期四 對你來說 總之有很多實在在的 衛生安全治安的問題 絕對 全部都是在那幾年發生 可能澳門朋友也會關心你們的情況 但其實也會關心 因為始終是松山的氣樓 當時我們說的 影響民物警官的問題 彭芝那邊 你怎麼看這個爛尾樓的事件 其實我們覺得現在這個爛尾樓的事件 就是當年 因為松山附近限高之後 這個行政法規頒布了 而是一些副作用來的 一個地盤本身起到一半 現在停了 其實仍然是影響著整個松山周圍的景觀 如果你在燈塔看下去的話 仍然會見到一棟爛尾樓在那裡 都挺硬的 而其實另一個方面 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件超高樓事件 曾經引起聯合國教科民組織 用坊間的術語說 就是給一個黃牌警告澳門的 下一年 澳門也要向聯合國教科民組織 叫交文物管理報告 如果大家想想 如果到今時今日 政府仍然沒有辦法解決這個超高樓問題的話 我們會不會再次被人警告呢 而我們怎樣跟聯合國交代 我們有辦法可以合理 善用我們的文物呢 這是很容易令人質疑的 如果之後聯合國教科民組織 更加不滿意的話 澳門又何去何從呢 澳門的文物是否因為這樣而毀於一旦呢 而且現在這樣已經影響景觀 其實已經影響景觀很重要 你現在從松山看下去 就肯定會有一棟爛尾樓在那裡 即使其實就算這棟樓 就算現在 我翻了這麼多層 剛好行政法規起之後 但大家想想 如果多了人住 多了車 尤其是這棟大廈裡面有停車場 其實對整個松山的交通 出行 或者遊客去上松山 其實都會帶來一些不便 所以其實聽你這樣說 作為你的角度 應該那個爛尾樓都不是要繼續建 那麼簡單 其實政府除了是 除了政府 我想是 要去跟發展商去初商 究竟怎樣去做最好 不是一個賠償的問題 是整個計劃 怎樣去處理這一棟 現在一個結構物在這裡 究竟拆了它 還是去做一些不同的用途 還是被它建立 但是建立一個比較矮的層數 我想政府必須要盡快去處理 好 彭知你提到政府 就要問陳彩華 你其實是看政府 作為去處理一個這樣的事件 其實整件事都是它自己搞出來的 你批了別人的建立 你批到別人的建立 那麼高 那個高度根本不可能 保護不到民物不止 也是超乎我們平常的標準 但是你出了一個限高批示之後 似乎是 那個跟進處理都出了問題 其實整件事 暴露了政府很多疏忽 和法律的漏洞 就是很嚴重的問題 簡單來說 起碼有兩個不同的政策範疇 第一就是文化遺產保護 也牽涉到成規法 以及文化遺產保護法等等 但是最可笑的就是 一個這麼重要的文化遺產 差點已經被人破壞了 但是幸好有一個民間的普通市民 來寫信給聯合國 才能夠暫時渴停整件事 其實這不是第一宗 還有另外一宗也是類似的情況 所以整件事覺得很可怕 如果我們沒有這麼有良心的市民的時候 那到時怎麼辦呢 所以其實政府自己是保護的 那裡已經是出了一個事 很嚴重的疏忽 另外剛才也提及到一個 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的問題 其實這個案例 這個事件 其實反映很多 不只是這個案件 還有很多其他案件 都是說當一些是適合到私人範圍 在私人範圍的範圍裡面 但是這個私人範圍裡面 所產生的滋擾 影響到周圍其他的居民 一些公共利益的時候 政府是可以說 我沒有法律法規 賦予的權力去做這件事 那政府就不理 很多時候譬如一些私人建築物裡面 有一些電單車都停在那裡 又造成火警的隱壞 政府又說不關我的事 我理不到 很多這樣的因素 在那個法例漏洞 是賦予得給政府太少權力 去保護私人物業以外的 公眾所受到的一些負面影響 這是外部性的外部性 政府沒有一個很聰明的法例 去賦予給政府做這件事 政府如何有些聰明的法律工具 我們等一下繼續討論 先聽聽家庭觀眾楊先生的電話 楊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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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說的是說 其實這些房子 釘了這麼多年長度 有錢就不去賺 政府有時候的事情也是 台上的那位嘉賓 虎主說了很多虎主出來 我就不想重複了 其實它有很多事情可以插手做到 如果有些引領音 裡面它又不能進去 是不是 現在我家裡 電視機過了12點 草因大一點 都可以進來 這些根本上是一個藉口 是 藉口 人多 別人說力量大的人多做不好的 是 是不是 其實我都覺得它有些雙重標準 但我不知道是否不同政府部門 因為我見過民政總署 就去幫過人家 消防局那些幫過人家去拆封鬥 我家裡都試過被雀鳥入 像熱水爐 我叫 然後它只是跟我說 要我給錢 那我家裡給錢 你都會用 所以我就有些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這麼大的問題 問題呢 反而就覺得是 沒有權限去做 因為那些兜是人家 是一個兜兜來的 所以他們才是正常的 所以 我告訴你 其實 這件事 可以說一下子好了 我們不在政權 其實這個政府 我不知道它用什麼 我昨晚才說過一句話 這些官 下放權力下去的那些官 它有權力的範圍下去 它又不去用盡它 該用盡的時候 我不用盡 不用的時候 他該說著不用 不用就拿盡了 不知道是腦殘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反正 我知道那層樓是殘了 其實很多東西 你其實說真的 你現在馬上去找一個業主 做這些問題 找不到業主 就公告 不會找不到 提出一個公告 有很多專業認識的 其實業主有在這裏 有法治商 等一下都可以獨讀他的回應 有的 是不是 你打什麼官司 你不要影響 你火師 不要連隔離才行 你都要注重你本身的 就是你要顧及公眾 你這個前提下 你才進行 你怎樣去分 你自己先清晰幾條數 其實整個地區 都是有影響的 因為它那些大廈 它是沒有做好外場的 那些石屎塵 那些東西是不斷吹出來的 那整個環境是有問題的 而且聖經師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算政府在平常 你弄了疫情出來 找不到 找完後 發生不足奇的事情 就是說 袁先生你那裡 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 以公眾利益做一個理由 肯定有些事情可以做 一定可以做 我告訴你 政府我不信你沒辦法 你說建萬九公屋 用腦袋想想借地都借得到的 你本事都可以的 有時候也是 這些手末的東西 眼見功夫 你高到文明 不要再說它了 那些又是武漢 那些又是 支持他入美 徵信他有關的意見 又被人家建這麼高 又要被一條尾給人家踩了 是吧 這些就是政府問題 政治智慧問題 你講到政治智慧問題 你不要講律術 我講一些粗豪一點的東西 大家可以聽得懂的東西 如果講論述的話 官員在電視上聽不懂的 如果聽得懂的話 他就不知道沒有智慧了 整體的概念 你都未去揭發了 整體是不是就這樣 給你起高層去 其實那些卡布門 他負責一番就一番 另一番就不要再插實了 那些民政司又有他份 那些民政總署又有他份 大哥 你一條錢管死了就算了 是吧 最高的派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推特首 明白 好的 袁先生或是跟你談到這條件 麻煩你 其實袁先生剛才提到的 我想你們都會認同 所以你們才有找過這個衛生局 其實整件事不只是關於衛生局的一部份 衛生局就是個衛生問題 鼠環 蚊等等 其實整個環境都是有問題 因為 好像他那塊大的鋼板一樣 等於都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掉下來 不會危害到 那些樓宇結構上一定是關於公務局的事 現在整件事 究竟批不批他起 賠償 換地 甚麼都關於公務局的事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都聯絡了公務局的 公務局其實給我們一個書面的回覆 書面的回覆比較長 我就選一些重點出來讀給大家 其實他就說回整個查詢 就是對整件事 南美樓的查詢 他就一開始這樣回覆 為了更加全面和系統的保護東亡陽燈塔的警官 政府在2008年公佈了重山附近的建築物行高批示 就是剛才我們一開始節目的時候說到 就是當年你們去信聯合國之後 政府回來做一個限高批示 就是為了保護物物的 所以出了限高批示之後 就對東亡陽燈塔周邊的建築物做了高度的限制 做了這個批示之後 政府成立了跨部門工作小組跟進這件事 其實大家聽到跨部門工作小組都很害怕 就是整個人都跟進不了 跨部門工作小組其實都是有做事的 回應裡面說就是 這個小組之後就跟了這個發展商 在之後開了很多次會 亦都是分析發展商的訴求 邀請發展商去參與 探討和初商這件事可以怎樣處理 而政府在跟蹤和分析那個項目的 所有後續工作裡面 除了分析發展商提出的股價文件之外 他們主要是談過這個價錢 亦都需要深入研究交易的數據和相關的文件 以全面的角度審視整個後續的工作 確保合理運用公帑 期間亦不能夠存在發展商所指的 司長辦公室顧問的個人計算方式 這個發展商所說的司長辦公室個人計算方式 我們就等待再解釋是甚麼 然後我先回應 好 政府重新在處理項目的後續工作上 一直都是本住善用公帑的原則 跟發展商去進行初商 亦都是希望尋求合法和符合公眾利益的解決方法 希望盡做解決問題 所以期望發展商和政府 可以共同進行務實的初商 如果發展商不接受依法提出的解決方案的話 現行的法律亦都會賦予各種申訴的權利 尤其是訴諸司法機關的權利 回應後面還有兩段 主要是交代現行文物的保護工作的法例是甚麼 我就不再讀了 但講到這裏 你會見到公務局那邊 似乎他們就去跟進的 就是整件事的 他都是說後續的大量的工作 似乎都是說賠償的問題 但是中間提到一個 我們今天也是想請來一個發展商上來的 發展商沒有上來 但是他就口頭回覆了我們 是很願意上來節目當眾澄清這次的事件 但是經過慎重考慮之後 他就說是願意等政府和他們再次溝通這件事之後 才會令機會說明 這裏中間沒有辦法揣測發展商為甚麼不來呢 發展商是新馬建築 但他們就因為曾經這件事發生之後 發展商是在報章 去年9月中在報章登了廣告 就是指責私障辦公室的一個顧問 用一個口頭的方式指示公務局 根據這位顧問的個人計算方式 去提出一個收購建議 這個發展商是反對這件事的 其實他們中間似乎是有一些 不同類型的爭議在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 就是當事人全部都不在 我們說明不到 但是似乎在處理現在的事 我們說首尾 不是說公共安全隱瞞 是樓的問題上 未有甚麼解決的眉目 安全問題 環境、衛生、智灣又可以怎樣解決呢 不如我們回來繼續討論 先去天氣 好 繼續回來澳門開港的時間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重山東望營養邪行 這個超高樓、南美樓的問題 我們的電話是278-9192 我們現在繼續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是有林先生在線 林先生 你好 你好 林先生 你有甚麼看法呢 有一個方案 解決的方案 是無私的 不收錢 給澳門那些吃得多 吃得好、喝得多 引致老闆室的官員 思考一下 二次大戰之後 德國因為戰爭問題 很多的堡壘、莊園受損很嚴重 因為戰爭有些人已經離世了 有些就算還在那裡 因為戰爭問題 破產 經濟很大問題 是 沒有那麼修緝自己的莊園和寶女 但是它就變成好像 好像很美的爛尾樓那樣 藏污納舊之地 甚至有危險 因為掉下來會摘出來的 是吧 又影響附近的居民的生活質素 政府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地方是別人私人的 你又不可以去强盲 要去整壓 是吧 結果在六十年代德國通過了一條法例 凡是這些失修的莊園和古堡 因為自己的屋主沒有經濟能力 不能裝修、修緝 或者拒絕修緝 政府會強行資本 然後修緝完之後 屋主如果有錢還就還 沒有錢還的話 它會將物業折價拍賣 然後上還政府那個修緝的費用 松山的爛尾樓 其實是可以用這個方法解決的 其實你剛才講起 我都知道在法國那裏 我剛才開會的時候 都聽人家說 他們就將那些古堡 賣給人家一元歐羅 是呀 然後一元歐羅之後 但是你買了之後 你就要負責收出它 是呀 整好它 其實是倫此這種 那個想法是差不多 但法國就用另一個方法 德國用另一個方法 其實所有方法 歸根結底萬法同源 都是政府去介入 然後修緝改變的現狀 那個費用由哪個償付呢 就是物業的償付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那些老閉室的官員 有心機聽聽這些建議 很好 麻煩您的意見 非常精靜清楚 希望政府可以去考慮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說澳門 有爛尾樓也不是今天 每一次都是一拖的時候 對附近的居民都引起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滋擾 很多的滋擾 衛生安全隱瞞 三位先生聽了兩間的觀眾的意見 有什麼想補充 回應一下 我會覺得問題是做還是不做 錢澳門政府不是沒有的 我覺得澳門政府不是沒有的 做還是不做 但我們鄰近的住戶來說 其實問題最大是希望他快快快快搞定 不要再拖下去了 你再起高一點也好 你不起高一點也好 再起高一點也不行 總之怎樣也好 是不是這樣遮掩我們了 沒有什麼分別 這可能是一個策略 已經遮掩了 這樣就令到你最後放棄了 你怎樣也好 你入火也好 你砍一個也好 你全部拆掉也好 建一個公園也好 你都要搞的 不要再攤 這件事最重要 不要再看 總之一定要執行一個解決的方法 要找個方法 不要這樣爛了 這樣整間鬼屋 我覺得一定能夠用公共衛生安全做理由 去做一些事 因為其實我們用公共衛生安全做理由 政府可以做很多特殊的工作 譬如它又可以徵用一些物業 去做特別的生物品 特別的軟舍等等 其實一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剛才之前袁先生所說的 連噪音的資料在街上的人 都可以有一個法例 沒有可能有其他人 如果我說我在街上放毒 那些人會抓我 一個地盤在這裏 如果好像你剛才所說 三、四十隻蚊 這真的很恐怖 完全是違反衛生局 每天教我們的預防蚊 其實現在常說燈革熱 白雲煙蚊 其實裡面有的你也不知道 那裡可能是一個博物館 還有還有一件事 那裏面吐了這麼久 其實是走過的 會不會有死屍呢 我們是不知道的 其實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裏面有些甚麼 我們也不知道的 因為沒有人居住的 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走到是臭的 那裏如果由上山頂 後面那條路走過 經過的地盤 是聞到臭的 很冷靜 阿彭知你的意見 其實之前兩位家庭觀眾 都說過一件事 就是政府可不可以介入呢 但是其實除了政府要做的事之外 沒錯政府有很多事可以做的 限制的土地都可以收地 沒有理由一棟爛尾樓 政府竟然好像沒有辦法一樣 也都不理不睬 這個態度是對市民的觀感非常差的 但是回到發展商方面 究竟有甚麼可以做 你也可以想一想 發展商除了登報紙之外 感覺上它可以有很多 從法律的途徑 或者從一個協商的途徑 跟政府去說 但是究竟它做了多少 我們就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一件事 你提到發展商的責任 我覺得現在他們自己 好像比較擺在一個傾賠償的責任 但其實地盤爛了尾後 他們自己不去 不去理 這個安全衛生問題 其實是他們都要去負責 因為你是做了一個炸彈 在民居中間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今天發展商是不能上來 但其實它被我們的回應 都是針對在會和政府那邊 怎樣去磋商 他們都只是在關心 究竟棟樓是否蓋得起 或者是可能相關賠償的問題 他們就沒有去想 自己對周遭民居構成的滋擾 其實這個部分都應該要做一些事 我覺得發展商是必須要做事的 是的 其實為什麼不可以發展商 無論它現在因為受停工令的影響 它電資出來 或者因為它履行之前批地合同的一些要求 衛生要求 安全的要求都好 其實發展商必須要盡快去做一些補救的工作 清理地盤 令到附近的建築物安全 行人安全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回到頭 發展商會不會嘗試採取一個法律訴訟的態度 去逼政府去就範 或者逼政府去有一個反應 其實這個它絕對可以做的 其實很有趣 為什麼五年來 發展商一直跟政府不斷的磋商 不斷的入報告 但是沒有一個實際的行動 這個其實都是內人尋尾的 我們都要去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也沒有透明度 政府跨破門工藥小組 跟法治商去談 他們談過什麼 究竟條件是否合理 其實現在都沒有一些我們叫正式的報道 變成你體驗不到其實它們初傷成怎樣 卓懷你那裡是你怎樣看 我想提出另一個提法 其實現在很多社會人士都擔心 其實政府會不會是那個法律和制度 有一些空白或者灰色的地方 令到在這個討價還價的過程裏面 大家剛才也看到 差不多五年時間 政府好像跟發展商在討價還價 但是都好像沒有結果 會不會一直這樣倒下去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那個賠償 那個金額可能會越來越大 都未定 現在的問題就是它沒有一個機制 因為有人擔心 如果將來我們有一個叫做 民物保護賠償基金的時候 這個基金去賠償 當遇到一些為了保護民物而去收購一些私人物業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裏面 但我們都要有一個客觀的機制 一個客觀的法律條文 才能夠去支持到政府要賠多少 不可以賠多少 不像剛才你讀到某個懷疑 某個官員去訂出什麼方法 其實是很令人擔心的 如果這樣做法 其實我覺得剛才你說的機制 還有一件事 剛才說到也可以告 如果我們開始不來 其實是否直接走法院就已經可以 我們現在看上去 就是那件事裡面 究竟是政府可以走到法院那裏 談不通 還是私人發展商 私人發展商就肯定可以了 但是告的當然是可以告 問題是政府會不會知道自己手上沒有那條法去保護政府 所以如果一拿去法院的時候 可能是政府輸多 贏少 現在的問題是不單是告不告的問題 而是整個保護這個賠償的機制 或者法律 保護文物的法律裡面可能有很多漏洞 令政府會輸 除了保護文物之外 包括空置地盤 土地限制 我們等一下可以說到土地法 先聽聽觀眾的電話 有歐陽先生在線 歐陽先生你好 林小姐你好 你好 我覺得爛尾樓的問題 是政府的責任 為何這麼說 因為建築箱未起之前 必須經過規劃入籍 肯定你政府披掉它 就像同工 有高度有闊度 有什麽資料有 你肯定公務局才披掉它 它才會動的 是的 好了 它做到超高的時候 那些石子就固定了 是不是 好了 那麽肯定 民間有意見 或者有國際其它問題 那你政府 你叫它不要再起 不要再起這麼高 但是起了上去 怎麽會說不起這麼高 好快不是報 可以裁多少裁多少 明白我說什麽 明白 基本上你的公務局不作為 你的公務局不作為 你的官員出了問題 你整個團體的螺蛛鬆解 所以整個政府 現在他們做事的方法 披職不嚴 披職不嚴 監工不力 收職隨便 那些問題呢 又進入了小市民 是吧 建築商都是一個小市民 一個無辜的商家 裁償又找公務去賠 那你的政府 好了 你的政府 官員出了這麽大的問題 政府一讓步 賠錢是哪些呢 我們這些小市民來的 是不納稅人的錢 立即要找個財務 那你說被開澳門的官員 我們這些人才 因為沒有人才沒有民才 我們沒有人才 不是我們的市民沒有人才 是官員沒有民才的 那些人才方面是官員著寶 其實這些是傭官來的 其實不懂的 我都懂過他 你批個職給他 你要考慮其他周邊環境 國際營商環境 連國際的大氣候都要包括 批職的話 一批了就定的了 你又不能轉彎 起到夠高了 你說他超高 那怎麼辦呢 我不是說幫建築商說話 我是以理論理的 其實當時他們批職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世界文化離產了 我們5年已經是了 所以那個政府一定是有錯在先 沒錯 這個問題 一不就是政府出問題 十幾年來 譬如我不要說什麼 講過這幾天的水浸 政府不吃皮膚了 他說天啊 可能十幾年不做地下渠道 人家在外國做得多好 那些馬路的渠道 幾米深 幾米會運的地下大馬路 下面一條大水渠去 你做得這麼漂亮 我們不是叫怨天 就是叫我們的市民怨天尤名 是吧 所以我現在我覺得 那些市民又很傷 現在又很小企業 要自求多福 一定要自求多福的 不要以政府會害死的 斷章取義 你知道原來五街這樣 他搞亂了 那些營商環境那一粒粒粒 是吧 而現在又搞亂了 十月初五街又搞亂了 破壞了那些營商環境 他們說好啊 他們說好啊 他又不撐住下來的官員 經常叫那些小伙子 那些手下 經常拍照 給我們做生意 他們都敢死的 政府 我現在看的政府 眼圈不是港家 因為沒有人材沒有民材 官員沒有人材 明白了 麻煩你鄧翔先生 鄧翔先生金句蓮然 說得非常精彩 聽到 回到後就覺得 始終這是政府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今次整個 東網洋邪行 這個整個地盤事件 由一開始 剛才我講 有批職的時候 已經是出問題了 批職的時候 你沒有顧及民保護這個問題 後期所有的監管 還有在這個善口 其實現在都不知道 究竟政府不是怕賠償太多 又會被人家吵 所以又不敢賠 不賠 發展商 就是那個價位不合 發展商也不報告你 上期也不敢做 中間那個位 就是剛才阿慈翔說的一件事 現在就真的沒有了一個機制 就是一發生這個問題 去到那個位 就由那個東西去解決 那個東西其實是一個法例 我記得在《土地法》咨詢的時候 我自己也有留意 其實他們沒有一件事 最早的時候沒有懲罰死刑隔金 很多地方都有 你一罰它就會 它會給你 要是給你 要是重新要賣 現在我們就沒有一些很強硬的制度 你說這個政府 因為自己批職錯了 它先失敗了 但是你失敗了也好 你都要善口 你們業務會那邊有沒有談過 有沒有建議 你們沒有跟公務局那邊談過 我們跟公務局有談過 去年跟公務局開過會 在特首辦有一個辦公室 他派了兩個技術員 跟我們開過會 他說他們會跟進 就是這句 交由加部門 就少做跟進 都是這句 一跟就跟進 好 年紀 年紀 其實你們過去那幾年 真的已經跟過很多不同部門 我們跟很多不同部門 我們嘗試過不同部門 又嘗試過傳媒方面 又嘗試過不同的東西 覺得都是這樣 好像你今天看到 每天走過那間房子 看到那個東西在那裡 在那裡 即是你們已經忍了五年 還可以忍多久 我們稍後回來再討論 我們去到廣告 好 回來節目時間 大家現在收睇的澳門開港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 重山都望陽邪行的 南美流問題 我們再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現在有陳先生在線 陳先生 你好 你好 林小姐 你好 三位主持人 你好 各位張先生 業主持會那位張先生 真是替你何年 真是真慘 是的 我們真是替你何年 你們當年來那裡是澳門的 你那一層在澳門的高尚住宅 我們都羨慕到甚麼 但是現在看到 現在我慶幸了 幸好當年時 我沒有跟我的同事買 這層這單 這個是你們的大廈的 要不然我現在就真是可憐了 蚊又多 李正先生說又臭 還有一樣東西 我現在看一看沙梨頭 我還害怕 不知道會不會 會不會他擺擺 我又變成沙梨頭 就這樣搖搖擺 所以就是我們澳門 本來我鄭先生就不要想著 在這裏踏散的 我聽一下林小姐 你是不是讀了我們 我們的英明的官員 她說 賤用公帑 這四個字 我當場吃吃飯差點噴了 所以我恩應這四個字 我們說跟你們聊一聊 跟陳先生 那個教授 我們聊了很久 我們經常在頻道聊 張業主 幸好現在有澳門開港 蓮花衛視 澳門開港的 他們是跟你們發聲的 你看一下你們發聲這麼久 有沒有澳門的傳媒跟你們說過話 我又不可以說沒有的 有報道過的 有報道過 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小馬大幫忙 那好過舉都不舉 是啊 所以就是這樣才是慘 因為你相信他跟你舉了 你擺勢希望他就跟你說 原來他們不是 行了我打電話去 誰知道你死了 你坐在街上撞車 就是這麼簡單 我再說善用公帑 我再說幾句公帑 看看我們政府怎麼善用 那個巴士步驟200萬 現在立刻扔掉它 不說什麼原因 跟著2000萬 多善用公帑 還有一個 還有就是 你一說我就不記得了 那個22億元 飛機公司航空公司 大無名無蹤 你看我們數出來多少 有很多東西 如果我們市民數出來 有很多東西 你看那些團體 大大筆 只要你說要就行了 是啊 俊先生我突然間 我給個意見你們 你們是業主會 你們是一個團體 你就立即 向政府 首先大力 這樣數一些 數那些 謝忻先生說那些 老殘老閉塞那些人 你大聲數他 然後幾個月後 你就去問他資助 他就大大筆給你 你就收口 不要扔招 又不要扔成 扔膽 放在他張相外面 這樣就有錢了 我就是想說錢用公帑 我又忘記了 只是說了兩樣幾十歲人 不要緊 我想市民都很容易 到來自 稍後我們再經過 林小姐和陳先生 謝謝你 謝謝 好 其實我覺得在某些情況之下 政府是善用公帑 在某些情況之下會 例如好像這個 我自己覺得 應該都是 真的擔心 賠償金價太巨大 我猜而已 我猜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 所以不敢說 這個會不會有一個原因 但為何會有機會很巨大 或是去到一個公眾接受不了 一定是計算方法出現問題 也就是我們現在沒有法例 或是沒有工具 規定要怎樣計算 我手上有些很簡單的資料 都是在報章上說 土地公務運輸局 那個荷包只有三億多 就是說其實有幾個不同的部門 都是每一個部門 自己都只有幾億的儲備金 如果要賠 現在傳聞說有數十億 如果這件事要賠 每一個 哪個局去賠 都不知道 有沒有這樣的荷包 有這麼大的錢去賠 所以我想知道 所謂的數十億是怎樣來的 還有 是否一定要經過初傷 我為何會想法院一件事 因為我自己去看 其他地方的做法 一定會是這樣的 總之當時批錯了 但總之現在的例子是這樣 你不能夠再去 你一定要停工 你就是起到這麼高 你起多了 你就拆了它 整個頂 你做了它 然後發展商 因為政府一開始批職 批錯了 然後有這樣的問題 就應該是發展商和政府 在法院那裡去處理 為何五年都不去法院呢 法院應該是 到時法院判了賠償是多少 法院有另一種根據 他所說的 他去計算他的經濟損失 甚麼行政損失 你去計算完之後 你就計算了一條數出來 到時是讓政府去賠 變成了不像現在的公務員 公務局跨部工作小組 公務局跨部工作小組的朋友 也可能沒有什麼權限 去答應到多少錢 究竟那個根據要是甚麼呢 根本就是 每一個位都是 我們說都是死位 你做不到事 現在最理人擔心的是 為何五年內都未曾去到法院 還有就算去到法院也好 法院根據你要有一條法 法院才可以根據那條法去做事 如果連條法都沒有 法院也不知怎麽算 無法可依 是的 沒錯 其實現在有幾個無法可依 都會是一個證據 包括這一類 其實這是政府自己的行政失當 總之當時批割了 另外總之有關土地 樓宇空置、南美樓那些 新的土地法始終出不了 也沒有一個根據 沒錯 但我覺得就算沒有這些根據也好 其實如果這件事真是 以一個發展商以自己的損失 作為一種其實好像民事侵權那樣去告 去告一告賠償 其實一樣是可以的 其實絕對是可行的 所以一直都說 為何發展商這麽多年 都不會去嘗試用司法訴訟 去解決這個問題 倒一轉頭 政府其實 如果他不夠膽去講一個數字出來 擔心有太多市民的反彈的話 其實法院的判決 都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為何政府不這樣做呢 這就是很令人廢解 對 我覺得就是去打官司 而且你現在這種閉門磋商 也令人覺得很透明 然後也更加大觀想偶結 這件事呢 你這樣躲在那裡談 你怎樣談也好 基本上就變成大家都是不信任 你得出來的數字 坊間還有很多想法 就是有很多尋租者 他本身可能是地產發展商 或者他們本身有千絲萬絲的關係 可能有一些 亦都是牽涉到政府裏面的人 即是有很多揣測在水裡 所以令到這件事是這樣不好 發展下去 其實我也關心 接下來張先生 你們現在已經非常水深火熱 覺得五年太多 你們自己有沒有打算進入行動 尤其是這段時間水浸的地盤 是有些新的 其實說得比較壞 如果蚊子的東西再拗得更厲害 情況是疫症 政府就會動 或者整個危漏 危漏 斜坡 或者倒塌的東西 我經常說那塊大鋼板 是 是長瘦的 跌下來 看看遲早 不幸運地摘到車 再不幸運地摘到人 怎樣的 我有多少血液教訓 但我們真的不想看到這樣 當然沒有人想看到 快點做事 但如果真是 那一層東西在那裏 這麼近山頂醫院 而有些蚊子飛了出來 毒蚊子或者白蚊子 飛到山頂的 或者飛到對面學校的 再不是的 飛到新花園那裏 那裏的人游水的時候 咬了的 那 政府就要做事 就是澳門蓮花寶地 我們每一次 大家都覺得會有很大件事 最後都沒事 所以永遠改善不了那些機制 就因為這些澳門這麼幸運 就是大家有個蓮花寶地信仰 是的 這麼幸運 但是我覺得始終來說 好運不是必然的 有時候真的要做就要做 希望真的快快去搞定它 剛才我說的 你蓋也好 搞什麼外牆也好 入伙也好 你誤測也好 我們都要知道 都要有一個無料期 因為這樣無料期 真的對四周圍 不只是對我這些大廈 其實對全澳市民都有問題 每一個市民都有可能去山頂看醫生 那麼多學校四周圍 每一個市民都有可能去生肽院游泳 都有可能走上松山 遊客呢 是吧 幸好一個國家領導人上去 沒有去燈塔看看而已 是 一個國家領導人來的時候 去燈塔看看 被蚊咬出來很大劑 是的 其實現在看下去 就是我們希望不用你進一步行動 政府都可以負責任 就是怎樣跟法治商最快去處理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快些有個答案 讓我們知道他會怎樣做法 因為無論怎樣都好 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明白 我們再聽聽觀眾的電話 現在有阮先生在線 是阮先生嗎 是阮先生你好 我只要關於松山爛尾樓的問題 我想說一說 希望發展商和政府最好在這方面 大家有一個初步的默契 為了附近居民的安全衛生問題 因為真是剛才張先生都說得很對 周圍的居民真是受蚊患 受這個積水 受那個所謂爛鐵板 有一個很大的陰影 也有些居民的樓宇 也因為他建築的時候受損 也都等著他進行維修 我希望政府和發展商 能夠達成一個初步的協議 就是把這個爛尾樓解決下來 拆了下來 譬如說 把他拆下來 比如說起回到他 規定的高度 現在規定的高度 比如52.5米 就是讓附近居民不能夠再受這個影響 也都不會讓這個重山的警官 在這個情況之下繼續受損 因為大家如果談的問題 只是說那個價錢問題 我想大家可以透過一個 譬如說仲裁的機制 因為我們其實在這個事件開始談判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是很沒信心 因為政府的所謂專責小組 遲遲都未見他 有任何的所謂公佈 所謂完全是缺分這個透明度 他究竟談判的情況怎樣 成員是誰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這個談判的機制 其實我們是很懷疑 就是那個成效 也都被人覺得是一個黑箱作業 其實就是說 這個文化遺產保護法也都提到 就是說他們提出有三個解決方式 一個就是說仲裁的方式 一個透過法院 亦都可以做談判的方式 我覺得就是說可能用一個仲裁的方式 可能是一個比較快捷的途徑 現在事實上看起來就很明顯 這個所謂談判方式是絕對是不可取 因為已經談判了五年了 五年了 那又如何呢 還要談多幾年呢 還是我們現在就再走去法院 再等多十年呢 所以說我講回剛才的問題 無論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發展商和政府的談判是怎樣 我覺得政府是有責任 去促成一個雙方的協議 就是將這個爛尾樓先解決 賠償的問題可以大家透過協定 就說用一個 譬如透過法院的判決 或者透過談判 或者用一個仲裁方式 大家解決這個賠償的問題 以免影響附近的居民 阮先生 我覺得你提到很重要的建議 其實如果說到政府和發展商那邊 應該有一個默契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 又沒有重視一個商譽 發展商其實就算是所有事談判也好 他重視自己一間公司的商譽也好 應該自己主動去清理一下地盤 是嗎 是 這個絕對是需要 因為發展商其實在這方面 是做得絕對是不足夠 因為在政府的趨速之下 他是做了一些拆了一些的所謂 原浮物等等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下雨之後 你看一個地盤 沒有人去清理那個平台那裡的 那個平台是長期積水的 這個其實他是絕對可以做的 是嗎 周圍的環境 大家因為你們的電視一播出來了 周圍的環境也是很邋遢 他也是絕對是有這樣的財力 也都有這樣的責任 是嗎 絕對是有責任 因為這個是他負責的地盤來的 他絕對有責任保持這個地盤的清潔的 這個公務局也絕對可以罰他錢 是嗎 你對這個地盤你不管理好的時候 你公務局做什麼呢 為什麼你不做好那個工作呢 最後我想簡單講兩句就說 就是說發展商覺得他是合法審批 是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很早已經作出懷疑 而他們說政府的公銜之中已經第一句就說 你們對的 我們是要付錢給你 我們沒看過具體的信銜的內容 是吧 但是我們覺得政府作為問責 也都應該問一下 哪個官員 為什麼會批出一個這樣的高樓出來 是吧 這個官員是不是他負責給這筆錢 是吧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剛才提到當年有說 因為歐文龍案之後 很多人提到 就說應該有一些歐文龍案 它是牽涉在貪污裡面的批地 好像最近流暖紅的那個 其實那些應該可以申請 這個批給本身都是無效的 因為歐文龍牽涉的問題不單止是批地 它是包括這個批側 是吧 起多高 而大家看看這些批側 在回歸之前 絕對是不可能起到這樣的高度 是 明白 大家都絕對明白這場 很好 余先生因為節目時間差不多 沒辦法了 先跟你談到這裡 好… 我們不好意思 不夠時間給大家總結 對 OK 為甚麼今天快咀完呢